1号戒备信号 现正生效 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部沿岸 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 天文盘于5-5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 至少维持至明早7日8 小犬的环流紧密 并继续以台风强度稳定的像 一进珠江口一带 本港普遍地区将逐渐吹强风 地尖中吹裂风 而是否需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 高信号要视乎小犬的强度 移动速度 以及与其关列风区与香港的距离 澳门气象局于7日凌晨2 改发3号风球 02-00澳门气象局改发3号风球 02-00天文再度将小犬调高为强台风 01-45天文台表示 在过去小时小犬稍微增强 而环流变得更紧密 随着小逐渐靠近 本港风力正逐渐增强 受小犬及东北后风共同影响 本港于今日周六稍后至星期日 是会进一步增强 部分地区尤其南部可能吹裂 天文台又指小犬的裂风区与香港仍有一段距 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至星期六早上八十 天台随后会视乎小犬的强度 移动速度以及与其关列风区与香港的距离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2-55澳门气象局表示 将于7日晨20改发三号风球 在6日晚上11时 小犬集结在澳东南偏东约270公里 21-45天文台更新 小犬的裂风区与港仍有一段距离 三号强风信号至少维持致命 八十 在过去一小时 大老山路德的最高持续风速 每小时49公里 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1公里 二十 四十五天文台 受小犬影响 预料本港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 七日及星期一雨是有时颇大 在过去一小时 大山路德的最高持续风速为 每小时47公里 最高阵超过每小时54公里 十八 二十教育局在网站的家长电子专 提醒家长 指虽然本港已入秋 然而风雨季似乎未完结 学生及家长应继续对恶劣天气保持景 一参阅教育局通告 了解欲有热带气旋及持续雨时的不同上课安排 做好准备 局方提醒学生家长 当热带气旋或持续大雨影响香港 局方会 据最新的天气资讯及道路 脅迫或交通状况 套以下途径宣布学校的停课安排 十七 四十五天文台表示 小的环流紧密 并继续以台风强度稳定的向西移 珠江口一带 本港普遍地区将逐渐吹强风 高地中吹裂风 预料受小犬及东北季后风共同影响 港明日七日至星期日八日风势会进一步增强 部分区尤其南部可能吹裂风 三号强风信号至少为至明早四十 十七 四十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预料本港均风速每小时四十一至六十二公里 十六 四十五天文台预料小犬在未来 两日会靠近珠江口一带 天文台会是呼小犬的度 移动速度 以及与其相关裂风区与香港的距 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十四 二十九管理局宣布 由于天文台将改发三号信号 今 西九主办 自由爵士音乐节所有户外节目 包括 翠公园及艺术公园大草坪户外舞台之音乐表 将会取消 所有户外市集和其他摊位亦不会赢 音乐节于室内举行的节目 包括刘白Lifehouse 自由空间和M光亭将如期进行 至于原定在竹翠公园举行 售票节目Jazzcapes 其中的故中山三重奏演出将改为于 晚六时三十分在刘白Lifehouse举行 观众无需持票观看 十三 三十香港内 码头宣布 将于今天六日晚上十时起暂停及贵交收 十一 零八 由事务署宣布今晚上演的幻彩永香将已告取 零九 四十五过去一两小时 小犬略为强 随着小犬继续靠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风力今日会逐渐增强 天文会在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改发 三号强风信号 面有涌浪 市民应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 零七 四十五受小犬影响 预料本港星期日及星期一与室友 颇大 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零四 四十五受东北厚风及小犬共同影响 今早本港离岸极高地间吹强风 随着小犬继续靠近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力今日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五至八十改发 三号强风信号 十六 四十五天文台预料 小犬会在晚十月五日至明早十月六日 于本港保持约四百公里或以上 离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 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 在下午五时台风小犬集结 香港以东约五百八十公里 即在北纬二十二点一度 东京一百一十九点八度附近 预料 西一洞 时速约十公里 横过台湾海峡 十一 四十五在正五十二十 墙 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约六百五十公里 即在北纬二十二点零度 东一百二十点五度附近 预料向西移动 时速约十公里 横过台湾海 零九 四十五天文台指 小犬正横过台湾南部 受台湾地形影 强度有所减弱 本港方面 受东北季后风及小犬同影响 本港今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按照时遇测路径 小犬会在今日与本港保持约五百公里以上距离 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 一号被信号会在今日维持 预料小犬随后移向广东 不沿岸海域 受季后风影响逐渐减弱 小犬可能 在周末期间靠近珠江口一带 但预计届时其强较低 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则是 小犬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的距离 本港周末期 有晝雨 雨势有时颇大 吹偏北强风 离岸及高地 利益尤其大 天气较凉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 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